那你身体要接下来蹲低 好 然后给他稳手 那也许他不稳你没关系 好 那接下来摸他侧面脸颊 然后再摸他的额头 好 谢谢 这就是正确的方式 摸狗的方式 这边重新讲一次 不管如何 一定要问主人的同意 主人没有同意 不可以去摸狗狗 因为很危险 好 下一位 可以 给他闻 先给他闻 好 他觉得你没有敌意之后 你开始摸他的侧面脸颊 然后接下来再摸他的头 好 谢谢你 好 下一位 可以 可以 你要给他闻 好 他不闻你没关系 那你摸他的侧面脸颊 好 好 下一位 加速哦 没有时间了 可以 给他闻 他不闻没关系 那摸他的侧面脸颊 好 再摸他的额头 好 好 谢谢 可以 给他闻 好 那再摸他侧面脸颊 好 好 谢谢下一位 可以 好 他不闻你没关系 然后你摸他的脸颊 然后他没有反开摸他的头 谢谢你全 你好远 好 可以 好 谢谢下一位 可以 可以 好 谢谢下一位 可以 下一位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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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再摸他的头 好 谢谢 下一位 可以 好 他有闻你了 然后你再摸他的脸颊 再摸他的头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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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